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阿波罗网报道 硅谷银行全美第16大 为何48小时内倒闭 马斯克要买 美监管机构接管西股银行 金融风暴后最大银行业危机 西股银行倒闭火烧北京 上海普发西股银行 选成资产独立 西股银行倒闭震荡全球银行业 道琼创去年6月以来最大周跌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主频道热点之机 今天是3月11号星期六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硅谷银行全美第16大 为何48小时内倒闭 马斯克要买 硅谷银行SVB倒闭 欧美银行夜闹股灾 引起市场热议 特斯拉及推特执行长马斯克表示 对推特收股硅谷银行仪式爆开放态度 电子设备制造商雷蛇的执行长陈明亮11号在推特发表推文称 我认为推特应该收购SVB 成为一家数字银行 而马斯克随即在推文回复 对这个观点持开放态度 维权美第16大银行的硅谷银行 8号还资本完善 只不过想筹些钱 何以在48小时内宣告倒闭 各界看法不一 有人认为是创投资本界反应过度而止自残 也有人认为是联准会一连串强势升息 向一直40年来最强通胀 导致大举投资于公债的硅谷银行出售公债时发生18亿元亏损 操作不当而引发挤兑 最终黯然倒闭 CNBC财经网站10号报道 硅谷银行局势急转直下 始于8号表示要受股筹资22亿5000万元 来巩固资产负债表 结果创投界竟指示旗下公司去搬走资金 唯恐硅谷银行发生挤兑 让无法取得自己存款的初创公司有生死之余 客户表示 硅谷银行执行长贝克 9号下午虽敦促大家保持冷静 但仍无法让存款人取得信心 银行的股价跌跌不休 正规交易日结束时跌掉六成 总结起来 截止9号 存户取走惊人的420亿元 让硅谷银行的现金短辍达9亿5800万元 近几日 显赫的资金机构 如Union Square Ventures Coto Management 猛发电邮给旗下全体初创公司 命令他们取走资金 唯恐挤兑拿不到钱 社交媒体加油添醋 更增恐慌 Restive Ventures 科技金融投资人法尔维表示 硅谷银行股价10号继续下挫 银行决定不努力受股 该找买家 但存款出逃让银行更难卖 华尔街日报报道 新冠疫情期间 硅谷银行的初创公司 创投机构客户们产生大量现金 存进银行 让硅谷银行钱太多 2020年第一季结束时 本来只有600多亿元 到2022年第一季结束 增值约2000亿元 硅谷银行投资在乍看最安全的资产 主要是长期国债及政府担保抵押贷款债券 到2021年底为1280亿元 这些证券基本上没有倒债之余 但分多年给付固定利息 除非银行突然必须出售 本来也不必然是问题 但随着联准会连番大升息 市场利率便高许多 让硅谷银行的债券价格 突然之间在公开市场远低于银行自己的账目 结果便是亏本出售 硅谷银行2022年底 为落实的证券投资组合 亏损升至170亿元以上 同一时间 储户无法由首次公开上市或民间筹到资金 只好来提款 银行同时难以吸引新存款 再加上创投界训令旗下公司卷款而逃 终止硅谷银行倒闭 美监管机构接管西股银行 金融风暴后最大银行业危机 美股周四因西股银行母公司 西股银行金融集团透露 希望经由现金增资募资22.5亿美元后 市场出现恐慌 SVB股价闻讯崩跌超过60% 银行类股全线跳水 总公司位于加州 圣克拉拉的西股银行 为全美第16大银行 主要服务科技 风投以及新创公司 2022年底前 银行总资产为2090亿美元 存款总额为1757亿美元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今天宣布 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部门 已关闭西股银行 并由FDIC接管银行资产 FDIC指出 为保障存款人权益 于接管后 已立即将其受保储户的存款 已转至圣克拉拉国家出保银行 根据FDIC 收保储户最慢周一早上之前便可动用银行内的资金 存款总额超过FDIC保障的25万美元上限的客户 将收到接管证明 纽约时报指出 这意味着收到辞证书的客户 未来能首先获得还款 华尔街日报指出 自联准会启动升息循环压制通胀后 新创公司 以超乎SVB预期的速度 自银行提款 加上新的投资停滞不前 SVB无限的资金流入 与此同时 SVB持有债券 因利率上升价值缩水 导致SVB被迫关闭 西股银行倒闭火烧北京 上海普发西股银行全称资产独立 综合报道 由于美国风头型银行 西股银行倒闭 并已遭美国监管机构接管 西股银行与普发银行 在上海成立的合资公司 普发西股银行随即澄清 上海普发西股银行 拥有独立的智力架构 以及独立资产负债表 资料显示 西股银行在2011年获准于 在上海与普发银行 合资成立普发西股银行 双方各持股50% 2012年8月正式开业 目的是在中国复制西股银行的 头戴联动模式 头戴联动的融资模式 指的是金融集团 透过投资业务中 无权投资的收益 来平衡逮捕银行业务中 信贷投放的风险 甚至实现超额利润 从而为客户持续提供资金支持 据悉 SVB对美国高成长企业的 贷款市占率约46% 是高成长企业贷款市场的龙头 公告指出 普发归西股银行 成立于2012年8月 是一家在中国境内注册的法人银行 也是中国首家科技银行 西股银行倒闭 震荡全球银行业 道琼创去年6月以来最大收跌 综合外媒报道 美股主要指数本周惨烈收尾 标普500单周下跌幅度 是去年9月以来最高 纳斯达克、道琼也分别创下 自去年11月、6月以来最大单周跌幅 美国劳工部公布 2月美国新增非农业人口31.1万人 远高于道琼预期的22.5万人 显示就业增长维持强劲 失业率3.6% 则高于预期的3.4% 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部门声明指出 依照法规 他们以资金流动性不足 及破产为由接受西股银行 并指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为接管单位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西股银行总资产约2,090亿美元 存款约1,754亿美元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345.22点 或1.07% 收31909.64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99.46点 或1.76% 收11138.89点 标普500指数下跌56.73点 或1.45% 收3861.59点 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56.282点 或1.89% 收2923.929点 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赞助和大家的支持 请您订阅、点赞、转发和留言 祝您周末愉快 再会 Кстати